一个差点睡死掉来不了 另外一个呢突然来了个简讯说 我车祸把我吓一大跳 突然又点了一首歌叫 祝你幸福 陈云什么感受啊 祝你幸福 我觉得有一点三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对身体很舒畅 那可能幸福真的是 宇宙当中最大的能量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幸福 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主角之后 我觉得我 其实我刚是从厕所出来 因为凯伦老师说 来了我就下去看 但是我马上看到 这个人应该在警惠室那边登记 我想说对 那这样还有时间是上厕所 厕所一出来 电梯就上来了 请问你是明珠吗 是马上就很亲切的就进来了 天衣无缝 你说幸不幸福 幸福 我们的小可爱念泽歌手 你看到他本人 有什么感受 因为刚刚明珠姐进来的时候 就是很匆忙 因为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吧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喜剧派的人 真的吗 派人就知道他是喜剧派啊 天呐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形容水 没有因为他笑的样子 就让人家看起来很开心 对 你隔壁不是更有一个喜剧派吗 来变个身感觉 来变个身感觉 我们这是男神你知道吗 你们两个太没有默契了 这个看到明珠姐姐要先行三跪九寇大礼 你知道吗 在这个魔王魔后当中啊 他算是佼佼者啊 掌声要鼓励一下 欢迎新姚素荣刘明珠来我们节目当中 明珠好 凯伦哥好 还有帅哥美女们大家好 还有当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 你的声音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有点喜感 就是那个天生的有那乐观的音子在里面 那个动画片的配音员 很有张力很活泼 如果说很熟的朋友都知道说 我个性是比较卡通一点 是吧 对对对对 讲话就有了 对对对 那不卡通那跟蔡桂有什么区别呢 好感谢你 我跟你讲哦 那个凯伦哥哥比较熟嘛 你知道我出道前我不是做房地产吗 我以前因为我眼睛是近视眼去雷射 所以现在没有戴眼镜 那时候在工作 在上班的时候 我是戴一个大眼镜 我那时候在 你知道随便太平洋 我打听 就是说 当年的蔡桂是谁 我还会叫蔡桂啦 真的 蔡桂红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房地产界叫蔡桂了 对对对对 我是房地产界的蔡桂 那你比较幸运 因为陈云知道 蔡桂跟我借了好几次面 我都说蔡桂我要找你上 他说好好好 可是一回家事情忙就忘了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事情多嘛 就是一戳头就忙别的事就忘了 可是明珠那不一样 有一天我去看一个朋友 那朋友说 我们等一下来个伙伴 我说什么伙伴啊 你看你就知道了 你看 新谣殊荣 她叫新谣殊荣 刘明珠 你怎么也加入这个团队了 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原因 说起来 未到等 可能你讲到今天大家不用回家了 不是 重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你的本业让我感觉就是一个歌手 职业歌手 全世界到处跑去表演 对 怎么突然也会去 又兼一个副业 副业坐在那旁边 这个这个是你兼的吧 真的对 但是 因为我平常讲 因为我爸爸妈 我爸妈都是干癌 对 那我一开始当然觉得说 要找一个说 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我开始是爱用者 我觉得不错 那我再把它 那个成为一个 他的一个代理商 拿拿他的一个代理 是这样的 对 我也是天天巧的是去买他们的健康食品 是 对 因为我朋友正好在里面做 他本来要送给我一喝一吃又 哎 不错 我的精神状态也不错 而且我们也怕爆肝 所以到上面去 上面去买这种 那叫咸什么 咸肌 对对对 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 但是他是做成那个定定状的 我觉得 哎 OK 就这样碰了刘明珠 所以来上节目吧 他就来上节目 可是我跟你说 嗯 这三位当中 我敢肯定 嗯哼 念泽歌手 完全不知道 谁是姚书荣 真的耶 当然了 我跟你讲 我的眼神可以透露出 很多的讯息 哈哈哈哈 就是姚书荣哈 就是 你爸爸妈妈 或者是咱妈那个年代 嗯 就像蔡依林 张慧妹 哦 那个意思 非常的红 天后这样 天后级的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当年喔 我们那个台湾的歌手到 到香港 嗯 受到那种 呃 国手 国家元首级的招待的 好的待遇的 就是姚书荣 哎 他等于是喔 帮我们台湾的艺人 打开香港 东东南亚市场的 对 包括他 还有 谢雷 六七零年代的巨星 那至于姚书荣 有多么的特色 哎 项乌佑像花来一段 给他马上感觉一下 就 项乌佑像花 好 来 嘻嘻嘻嘻 我的心里乱住吗 花啦啦 好像窗外雨而下 嘟嘟嘟 又好像风吹窗傻 傻啦啦 原来为了想念他 掌声鼓励啊 哎 念哲你赚到了你知道吗 真的 当然了我在电视上 都没叫突然清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现在知道姚书荣的特质了吗 形容一下 第一次看到 你说他的特质 他刚唱出来就是姚书荣版本 是 姚书荣是个什么样的歌手 刚在你面前你还说不出来吗 哈哈 我傻了 对 其实姚书荣他的特色非常明显 早期的艺人 他们的特色就是自证腔圆 第一个 然后呢 姚书荣还有一个唱歌的特色就是 蛮 腰 博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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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那个咬牙切齿 每一个字 都咬牙切齿 你学的也很像 我是因为他在我才想的姚书荣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姚书荣就是 他怎么唱都有特色 那大家都想学他 还不是像你们后来什么龙兄虎弟啊 那个节目的 没有 就那个年代人就是 看了 看了 比方 如果那个时候 这个低传弟子 刘明珠出来 他早就红了 那时候你在干嘛 你看姚书荣那么红 我那时候还小 你那时候知道有一天会模仿姚书荣吗 没有 其实您知道吗 小人哥 我一开始 刚出道 应该是说 我一开始 我就是工作 上班 他是个标准的上班族 上班族 而且我讲的是说 皇帝才 我从太平洋出来之后 又跟朋友合伙 我们自己家忙 开了栗霸房屋 开了助商房屋 我当店长 对 但是 业余时间我去参加歌唱比赛 我曾经拿过好几个冠军 我家的奖杯 奖状可以当壁纸 哇 哇 诶 陈念哲 你佩服吧 佩服 人家的奖状跟 可以当壁纸 我搬家的时候 我光是丢掉的那个奖杯 就是说 除了前三名以外的其他的 我丢掉了好几箱 我跟讲奖杯真是浪费了 可是我跟讲 太长那个壁纸奖状 真有用 对不对 你把他留下来 有一天你真的有一个房间的时候 你自己的房子 你把他整面 站在那边拍照 多么的一个荣耀啊 特色 你有这样吗 刘明珠 几乎有 现在家里有这样 有 尤其我有个朋友的工作室 就借我的那奖杯奖状去那边布置 排在那边 你看 招作招揽学生 对 叶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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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过头来就说 其实喜欢唱歌 那当年就是 就是因为说 觉得说还是要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嘛 那后来是因为 那个 参加歌唱比赛 我会唱很多B版 哦 B版懂吗 就是马耀成讲的一句话叫什么 A麦到天亮 对 A麦到天亮 那就是后来的45转 就是同样的歌曲 只要是有实力的歌手 像刘明珠这样 她谁的歌都可以唱 只要是女生 就叫B版 B版皇后 还有就是什么你歌我歌 又是那一类的 那个什么LOD 以前那个 对对 有时候你一放那个 或者是计程座上面听到的 都不是原主唱 常常会听到我唱的声音 知道吗 好 刘明珠 请问你一下 今天节目一开始 你会安排凤飞飞的祝你幸福 原因是什么 真巧 碰到突然车祸 哈哈哈 我是因为可能天雨 有点下雨 真的 对 外面大雨 我那边还像小雨 结果那个车很多 后面那个车子可能太喜欢我了 然后他要追我追不到 他就撞了我 你看好乐观正向 好乐观正向 没有还好 还好警察做做笔录 然后如果说我去检查一下 如果车面什么问题就算了 有电话 是 警察那边做个笔录 他不要追起你来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 你看 祝你幸福这首歌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呢 因为 呃 我们都知道凤姐是一个 算平民歌后 国民歌后 国民歌后 那只要说是 尤其说中南部啦 工厂的女工很喜欢 对 我也当过工厂女工啊 多久以前 就是读书的时候 我们打工啊 你家住哪年的时候 我那住三重 哦 那我晚上夜校 我白天有去工厂打工 嗯 那收人机播的呢 就是凤飞飞 对 嗯 然后 呃 我就觉得说 哎呦 他电视主持人就说 凤姐就是一个非常自然 就是非常帅性的一个人 对的 所以他的歌呢 尤其这首 祝你幸福 对我来讲 影响是最大的 为什么 呃 尤其这几年 哦 曾经好像前几年那个 嗯 有一个网路票选说 嗯 最温暖人心的一首歌 就是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那这首歌我发现 我在国外 呃 有时候带动现场的侨胞 嗯 因为现在有时候国外 对 海外中华民国送 国外梅花很敏感 对我听得懂 在某些地方 某些地方 对 但是我说我希望这首歌 大家跟我大合唱 我只要一开口 送你一份 爱地流 全场就大合唱 你那个时候唱的是 新瑶苏融版 还是凤飞飞版 我摩飞版 哈哈 听两句听两句 我真的没 我没听过他摩饱凤飞飞 哦 你也听过我摩饱吗 没有没有 摩饱吗 我祝你幸福 无论你在何时 我时在何处 莫忘了我的祝福 来宾掌声鼓勵 那提到凤杰呢 我又要讲到一件事 其实朋友们对我出道 印象最深就是那个飞哥的龙虎众议王 哦 1990年左右 很红的节目 1990年 他是从龙兄虎弟 后来到华士龙虎众议王 没错 为什么那个节目 你知道吗 因为小哥的模仿太受欢迎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 废玉清 废玉清很模仿 后来因为他那个模仿 太受欢迎 所以变成就是 开始艺人去模仿 嗯 你就看到很多啊 张秀卿啊 那个很多人都上去模仿 但是艺人会模仿 就是那几个 对对对 所以再来呢 他们就找外恋的素人 是 你就是素人吗 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算半素人 另外一半还在做房地产吗 呃 因为我曾经 我就是拿过很多歌唱比赛 冠军什么 算半 嗯 又有在POP唱 是 那他们来找我 等于他们透过朋友 透过学弟 他们说 因为光是真的素人哦 效果不好 嗯 然后我灌B版 其实灌过很多B版 我学过很多人的声音 嗯 因为那时候灌的时候 录音师会说 你不一定要学得很像 但是尽量去接近他的 的痛 让我们这些消费者 以为是这位原唱者 在为我们唱快板歌曲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唱过江慧 还有蔡秋凤啊 孙淑妹 天后级的 真的 很多人的歌 包括黄飞 她刚出到那个非常女的B版 不可能黄飞 来 嗯 人家有什么虚伎 有这一笔 看来看起来 是有去北人太开 红啊 请你唱我已经吹用甜蜜 我心想知道这一部歌 轻易的语 我那时候被换B版给了很多笑话 他们说这首歌找了两三个歌手来录 老板都不喜欢 后来呢 那个录音师就说 那个刘明珠 我觉得齁 你那个姚苏蓉的唱腔来唱这首歌好像就对了 听懂吗 姚苏蓉唱腔来唱悲伤女啊 对啊 然后就对了啊 老板好喜欢 来来来听一下 就是我刚刚那个类似 刚刚的意思 对 我跟你讲 难怪我刚刚在听的时候 我正想诠释说 像不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看他的表现 你会想笑 原来呢 他把他的老师姚苏蓉的唱腔来唱 非常狂飞 黄飞的悲伤女 是有特色 啊啊啊啊啊啊啊 恰你唱我爱情 吹用dv 懂懂 对不对 你看了姚苏蓉的表现出来没 对了 所以那个时候 后来飞哥他们制作单位 那个好像大东还是哪一家 对对对对 他们找我的时候呢 嗯 你知道吗 我本来是想去当红霍霍的 而你本来是想去模仿红霍霍的 对啊 红霍霍是我的亲家卡拉拉 我都很熟的呀 但是他们说 哎 模仿红霍霍的人太多 太多人了 他说你还会谁 我说我还可以模仿 比如说蔡切凤 蔡切凤人家很多人模仿 蔡切凤我一直进在卡拉拉就可以来 卡拉拉听得懂吗 翻译一下 这边就是随便信手拈来 你看因为他是原住民 所以他不见得懂 信手拈来就是很容易就模仿 那后来他就一直挖 那个时候跟我interview的是 讨论节目的是林志贤 阿贤 模仿献歌 对他那个时候是执行制作 然后又聊聊聊 我说哦还有人说 我很像姚苏荣 我可以唱他的歌 就是他 没有人模仿姚苏荣 这个阿贤还知道姚苏荣 你以为他很年轻吗 那我不跟我说 抱歉 认识姚苏荣的人真的是40岁以上了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20年前了 那个姚苏荣的影响还很深 而且那个时候不久前那时候金马三十他才刚出现 应该是说他在荧光幕上等于是最后一次曝光 所以那时候阿贤说因为他有坐在台下 他就看到他那个巨星的风范 所以他说好你最后来是当姚苏荣 没想到一炮而红 就观众喜欢的 喜欢因为观众都怀念姚苏荣 他已经嫁到马来西亚去 而且嫁得不错 所以他也不需要出来再唱什么歌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明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应该他讲他是一个素人出身 可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不管是房地产 或者是以前他就算做女工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台下一条龙台上一条虫 你不是这种人 我应该相反 我台上一条龙台下一条虫 可是你在台下就跟我们的这个大头老师一样 都很会模仿啊 大家一定把你们叫 常常叫叫叫你们去去秀给大家看 要熟了朋友 如果不是我朋友来着急 收钱收钱 在房地产的时候也这样子 在学起来 所以说那个时候因为 因为所以说姚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见过姚姐姚苏荣 我们很小的时候对姚苏荣的那个印象 只记得他就是这样子 这个感觉你知道吗 可是还有一点 你是越模仿越像 还是本来长得就有点像 他就是长得好像有点像 对 对我本来就是长这样子啊 然后还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就是我本人身就有点小驼背 哦 然后他们说你怎么把姚苏荣模仿到 你自己都越来越驼背 我不是故意的 明珠姐是为了模仿姚苏荣姚姐 还弄到追尖盘突出 哈哈哈哈 故意的那个时候 猪哥让大哥很好很多笑话 模仿 阿根拉很多人还什么把孩子打残面 笑讲很多很好玩的笑话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上了那个飞哥节目 然后才后来我们到了马来西亚 去一个演唱会 我才有幸见到真正的姚苏荣 哇 哦 是你已经在电视上红了 对 才到马来西亚去演出 这才见到姚苏荣 我不敢说红 是说大家都认识我 知道你 而且你知道吗 很好笑 你知道吗 因为他女儿啊 后来是我们也是变成我的姐妹涛嘛 嗯 他能在美国念书 是 姚苏荣的女儿 姚苏荣女儿 呃 你知道吗 现在哦 台湾那个电视 有一个人模仿你妈模仿的好像 他妈妈就是姚苏荣 对 她说是吗 她打开看 然后刚好跟她妈讲说 你知道妈 现在有人模仿你模仿的很像 所以姚姐也都知道我 对 所以后来我们到马来西亚演唱会 那个是2000年 那个是我打开东南亚市场的第一站 那一场呢 所谓的八大 三王五后 嗯 三王 好经典 谢雷 谢雷 青山 青山 蒋光超 哦 包青天 嗯 那那 美代 五后美代 吴敬贤 一难忘 吴敬贤 新兴知我心 吴秀珠 没有留下地址 杨小平 月儿向柠檬 先要苏荣牛明珠 我们现在你讲 我跟陈云老师都有共鸣性 我都有听过 听过 未必每一个都很了解 那对八九年级的像念泽这样 完全不了解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谢雷 哭酒满杯 是 我们唱一句给大家听 我跟陈云老师都有共鸣 我跟陈云老师都有共鸣 让他去沉醉吧 我还是在这里 哭酒满杯 我跟陈云老师都有共鸣 我跟陈云老师有共鸣 谢雷大哥吓死人了 我昨天上google一看 天哪 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十几年里 一点都看不出来 十几年里 对不对 而且他留学三十号 还是开个个唱 刚唱的 在高雄 好 说的说着 刘明珠帮我们安排了这首歌曲 今天不回家 天哪 这首歌 六零年代 珍珍五家旗的电影主题曲 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我 呃 才可以一直唱到现在 也赚到了房子 哇 感谢今天不回家 哈哈 因为模仿 姚苏荣 大家觉得像 各地请他唱歌 所以对他的人生来讲 这首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代表作 今天不回家 让你听听看姚苏荣版 是不是 还是谁的版 新姚苏荣版 哦 新姚苏荣版 哦 那就是正宗的新姚苏荣版 刘明珠 这是在新马路的 好的 你用Google打姚苏荣 你就看了他的真照片了 第一段早就该玩了 跟你讲已经录太长了 所以精彩也就算了 给他这样子对他人来讲了 这样子の新姚苏荣版 预防战 等等 对你这样子还闥着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